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子枫 你们来迟了 是前辈 小子 经常跟在你身边的那个女娃娃呢 没跟你同来吗 这 这说来话长 枫姑娘在之前盐桥与战时被剑邪用剑掳走了 剑邪说她的体质属魔 不知何故平复了吃油天魂 必须使用分魂大法 将天魂从她身上逼雷出来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难怪我总觉得那小姑娘身上魔气甚重 不论如何比武夺剑之势不宜拖延 既然你们少了一人 我手下留点分寸便是 承蒙前辈留情 晚辈不胜感激 不过听前辈所言 这场比武莫非是 没错 有我一人对你们全部 有意义吗 前辈之身一人对我们全部 这未免有失功允 不如有晚辈 对付小辈我一人足矣 挺好 此战是赌性命的比武 我要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少本事 但若战败就是死路一条 我是不会心软留情的 若不想死 现在把手放弃来得及 前辈 我们一路千里迢迢来此 所求不过是借得神剑之威 以保人间的平安存续 如果非得用性命 才能让您放心 把神剑交给我们 那晚辈 也只有舍命奉陪了 你若有此觉悟就好 把剑吧 好厉害的剑气 前辈功力超乎想象 大家不可单独作战 一起上吧 写住 这场比试就到此为止 不用再打下去了 前辈 子风果然没有看错 你们身为一介凡人 并无先机力量可自凭借 但你们都有如此胆识与热忱 愿为一件看似遥不可及的事情 献身尽力 的确是真正可以托付神剑的人 哪里 我们才要多谢前辈承让之情 所谓仙俗有别 我们原不该剑阅本分 刚才多有得罪 还望前辈见谅 你们既已胜了 便不需要再多言客气 去见吧 这就是九仪天尊剑吗 嗯 此剑形貌古朴威严 外贩阴然清光 所谓天地神兵之戎 果不寻常 是的 恭喜殷公子 这的确就是九仪天尊剑 数千年前 皇帝因为神剑沾染 磨血不祥 因此封剑于私 这回 为之吃油复生 不得已让神剑再次现世 但不知是否会生祸端 殷少侠 你要得取此剑之前 可要有此觉悟 晚辈明白 嗯 先前我也将剑印开解 之后就看剑接不接受你了 去取剑吧 殷公子 可喜可贺 看来神剑已经认你为主了 多谢前辈指引 晚辈才能如愿 寻得神剑 晚辈必将神剑妥加保管 等此事一经解决 自当再将神剑奉还 神剑归你 乃是天命注定 这早在我意料之中 如今让我担心的 却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可奇了 是什么事情能让你如此担心 你们来前 我曾排挂占卜 前挂显示 神剑归主 此为吉兆 但后挂挂像混沌 且有血光 凶克四方 殷少侠得剑后 将会遭遇极大凶险 而且这凶险与他命缘交缠 属难逃之恶 与殷公子命缘相缠的凶险 莫非是 你也明白就好 我能帮的就到此为止 之后他能否度过这段凶险 就有劳你多费心了 子枫姑娘 你和前辈刚才所谈的是 哦 那只是挂象隐喻 不必在意 殷公子 神剑既已到手 在此地多留无意 咱们找个地方好好歇息 再想办法寻找封姑娘的下落 嗯 就这么办吧 那是 子枫姑娘 怎么了 好重的邪气 那是 有人在施展万邪玄平之法 万邪玄平之法 是鬼道之徒召唤玄魔时 所用一种凝聚四方邪气的妖术 玄魔被召 有魂无躯 得需容魂之气 人并非人人皆有此资质 因此 有时以此法聚邪气为体 让魔魂得以暂时平衣 此法施展时会稀聚四方邪气 有所据邪气强弱可知施术者 修为高低 而由现在这邪气之强看来 只怕是令尊 是我爹 难道是我爹在对封姑娘 只怕被殷公子料中了 令尊曾言道 要对封姑娘施展分魂大法 而在诱出赤油天魂之前 需得准备一个邪力够强的平体 这也是意料中事 子凤姑娘 咱们得去救她才行 分魂大法亦有差错 唯一的下场就是魂魄灭散 非得赶在完成邪法前阻止她不可 怎么大呼小叫呢 有敌人偷袭吧 好重的邪气 好像来自西北方的不远处 这是怎么一回事 真应答是 您能由这邪气 找到其所在吗 待贫僧诗试鬼之术追踪看看 这些试鬼对邪气最是敏感 既然这股邀气如此强烈 阴无找不到之力 那就有劳大事领路了 诸位 我爹不顾封姑娘的性命安危 正在具邪气为体 准备以分魂大法 将她体内的赤油天魂引出 我求各位念同伴之意 助我一臂之力 阴老弟 你太见外了 在场诸位有谁不去的吗 阴公子 我知道你急于救风姑娘脱险 但是请先听小女子一言 之前那位前辈粘出 你得见之后会有莫大凶险 而且这凶险与你命缘交缠 阴公子 请恕小女子名言 如今要去搭救风姑娘一事 是急是凶 尚难预料 只怕此行 是有去无回 虽说命运早有注定 但借占卦之力 趋吉避凶一无不可 阴公子 过了这个难关之后 咱们再次搭救风姑娘之法 方为上策 话虽如此 但阴之风姑娘能否活到那时 九要听一意后 她远可在嵩山安安稳稳 当她的四项门掌门 但她为了助我完成心愿 一路随行至此 一直遭此凶险 如果她 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此情 子风姑娘 你好心善意 但无论如何 我不能负她 愿神剑 能借我天威破邪退敌 只要能救她平安脱险 我别无所求 阴险帝 你说了什么丧气话 大伙都要跟着你去拼命呢 什么鸟屁天命的 就别放在心上了 是啊 所谓事在人为 人定胜天 如果凡事都顾前未为 岂不是什么都不用做了 多谢各位鼎力相助 在下感激不尽 子风姑娘 在下不知轻重 一意孤行 又负你的后遗众望 只能请你在此静待便可 只要我们一救到风姑娘 便立刻回到此地 与你会合 我若不亲自跟着去 怎么安得下心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听劝 只是该说的 还是得说 也罢 千算万算不如天算 多言无意 啊 子风姑娘 你也要一道劝 呵呵 想来我会跟你同行一事 说不定 也是我命中难逃之恶呢 事不宜迟 咱们动身吧 真应大师 烦请您做法引路 就交给贫僧吧 谍气之源 就是这里了 这里是悬海观天台 在地界唯一看得到 日月光华的地方 该不会是 看 剑血和风姑娘在那里 爹 月儿 平儿 来得好 邪气据连已成 风魂之遗须余便可开始 倘若你担心以法失败 正趁此机会 见他最后一面 爹 孩儿求您放过月儿 只待风魂大法一出 生死成败力判 平儿 少安勿躁 你就尽待结果吧 归真还意 双魂一分 隐神离破 化精炼翠 三元俱顶 五名玄返 换嫁一瓶 皆令神魔 这小姑娘的魂魄 与蚩尤天魂融混纠结至此 莫非这小姑娘 也有幽都一族的血脉 爹 爹 孩儿求您住手 风魂大法继承 其事已不能止 且慢 这小姑娘 蚩尤天魂 正在吸取平体的邪气 难道她是 阿尔丹 何者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风姑娘她 月儿 这就叫做无心插柳吧 这小姑娘的魂魄和蚩尤天魂极势相合 风魂大法起了反效果 蚩尤天魂在宝射邪气之后 居然入主她的神官灵雀 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啊 九云天尊 是谁带着九云天尊剑 胆敢伤无真援欲提者 那命来 遭了 殷公子 风姑娘 不 尸游是冲着神剑而来 有神无魄的天魂毫无心智可言 只是记得当年被神剑所伤 关入九渊之底的屈辱与痛苦 全凭本能将你视为仇敌 那我该怎么办才好 难道 难道非与她刀剑相向不可 想必即使凡人肉躯有其极限 得凭实体的蚩尤天魂 也绝非寻常的敌手 你该明白 如今的她已经不是原来的风姑娘了 今日如不设法杀退蚩尤 只怕咱们无一能全身而退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不相信 一定有方法可以换回月儿的 就算是有 此刻的蚩尤也不会乖乖地 听任我们诗史 殷公子 此乃你命中之恶 能否安然度过全凭你自己 但若你心软 今日随你来此的大伙的性命 就都白饶在这里了 而等乃是 玄缘是一火 不可饶恕 以吴之名 赤赵四方凶魔厉鬼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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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今日之事已成定局 唯有一战能破此恶 大家不用顾忌什么 设法打倒池游便是 上 愚者 胆敢对无刀剑相向 只有死路一条 死 不愧是 不愧是 玄缘氏的后人 不过 世道就到此为止 认输了 看起来不像 殷公子 殷公子 小心 赤游的黑雁罗刀 在回到七魔作雁阵后 威力大增 骑士的确难当 一小女子之剑 为今之计 只有设法逼近赤游 然后利用剑气 玉其九仪天尊之剑 一举刺穿他的灵台气雀 或能以神剑之力 将赤游的天魂 逼离封姑娘的身子 可是如此一来 封姑娘她 眼前要求确敌取胜 只怕别无他法 神剑冠凶之伤未必致命 但若放任赤游猖狂下去 咱们是绝无圣机 殷公子 神剑是你的 要怎么做 就由你来决定吧 我明白了 我尽力而为便是 即使如此 大伙齐力为殷公子掠阵 殷公子 七谋座验阵周围有极强邪气暴覆 恐怕会抵消玉剑之力 为求一举重地 最好尽可能靠近赤游后 再发神剑 嗯 我知道了 那是九仪天尊之剑 下辈 还想用这剑 伤害无体吗 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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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醒醒吧 此女乃是无知眷族 其体与魂全为无知共物 如便再如何呼唤 也是白费力气 十游 从岳儿的身上离开 否则 我就用神剑 下辈 竟敢以神剑之威 对无妖心 罪不可赦 殷公子 不可迟疑 刚芒异应 御剑降武 凝齐抱缘 奋射飞冲 去 月儿 月儿 朕做点呢 朕令人不敢相信 神剑精这么容易就断折 难道这是天意 真是意外之喜呀 平儿 干得好 干得好 没想到九行不着的赤油地魂 就是被封在九仪天尊之剑中 如今 剑断竟破 天地双魂同获自由 从此 魔皇之游复活之日已不原意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月儿 月儿是你害死的 平儿 大丈夫何患无期 你连这点气度都没有 爹对你真是失望 等到咱们静灭天下不知好歹的正派伪君子 使见一切尽归我辈 要女人还怕没有 骗人 当年娘死于正派之手 爹不言因此深恨各派 甚至不惜出败魂魄 洞入魔道 您根本是在骗我 也是在骗自己 住 住口 你敢这样向我讲话 爹 您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死活和人事的将来 只是一心一意 想要完成您妄图的心愿罢了 从今而好 我也不再相信您说的一切了 即使今日神剑已断 我仍会尽我全力阻止持勇 直到我死为止 爹 你是在向本座宣战吗 平儿你会后悔的 眼下无暇陪你侠好 咱们父子的决战就留到下次吧 走 可 可 可恨 我保护不了月啊 也保不住神剑 我 我真是没用 殷公子 这不能怪你啊 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神剑的事就暂且搁着 我想封姑娘的伤应该还有救 咱们先密个营地休息 我会尽先到天法之力治她的伤 这样好吗 她的伤还有救吗 摆持由天魂附体之刺 此刻她的身上还留有很强的灵气 只要能保住她的元神内孕不散 我一定有方法能绑她一命 那就一切拜托子封姑娘了 殷冠兄的伤势虽重 但她的性命总算保住了 还好咱们带有不少疗伤圣药 略加调配之后 敷抹到伤处 加上疗伤数法之功 我想她不出三日便可康复 真是有劳子封姑娘你了 就月儿一命的大恩 只好带来日再报 殷公子 我不过尽己之能救一人之命 你却是尽一人之能救天下众生之命 相较之下 我帮这么个小小的忙 何足道哉 我倒是从没这么想过 我只是觉得 爹索图之事大事不对 就这样傻傻的一路打过来 从来也没想过什么 要救天下苍生的性命 再说 如今神剑已断 再不能协制我爹复活吃油之徒 今后该当如何 我是一点主意也没有 一切在冥冥中自有定数 神剑会断 想来也是天意 到了这个地步 咱们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为今之计 就只有抢在圣下三邪和令尊 完成复生仪法之前 将他们全部消灭 只要无人行仪主阵 即使双脚双魂齐背 也是无用 可是 咱们来得及吗 令尊为何挑在这个时候复活吃油 就是因为正逢修心浩淫 三百年入主一次黄道天宫 天地阶挟起大望之故 浩淫生底天顶正中之时 方是复生之仪的最佳时机 如今离此时此刻还有十来天 借助真印大师的试鬼搜寻 一定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迹 原来如此 换句话说 咱们这下子得反手为攻了 对 不过如今敌暗我名 以令尊行事之精明 料得我们会随后追来 想必会只会剩下三邪 在路上设下陷阱埋伏 设法截杀我们 说的也是 以后可得步步为营 小心谨慎才行 啊 殷大哥 月儿 你这么快就醒了 我 我怎么了 我现在又在哪里 我只记得我忽然间头痛欲裂 看到了师父 然后 然后眼前就是一片黑了 你在神志不清时 中了诸神的邪法 之后 之后 一言难尽 总之 能够救回你的性命 我已经很感谢上天保佑了 先不提这个 你线下觉得怎样 一切还好吗 全身没什么力气 胸口有点痛 其他倒还好 我 我到底受了什么伤 你被神剑透胸而过 靠得有吃油的魔韵炼器护体 这才保住了一条小命 唉 这也倒罢了 好不容易交给你们的神剑 就因此毁了 如今天廷已经得知此事 三大神将正在西田殿前点兵训令 这却该如何是好 此话当真 是朱锦派神武向我传话的 神剑一师 太师竹将等皆认为 世人无力阻止吃油复活 未免事后不可收拾 所以决定出兵讨伐 他知道此举会造成何等后果 因此要我们敢在天庭出师之前解决此事 那么 或许人间仍可避过此祸 不许天庭出不出兵 我们本就会极力阻止剑邪 唉 他们多此一举 却令我们时间更加紧迫 殷大哥 神剑 神剑什么时候断了 你已经拿到九一天尊之剑了吗 殷大哥 对不起 就因为我的缘故 你一心一意寻找的神剑就这样毁了 或许 或许就如我大师兄所说的 我真的是个不祥之女吧 自我与你相识以来 不知为你带来多少凶险劫难 或许当初我就该死在襄阳城的 那么神剑也就不会 你在胡说些什么 殷大哥 你可知道 对我而言 千百把神剑也比不上你的性命 你可知道 我此处那一件事 心里是什么滋味 我 我宁可一死 也不愿伤你 但我不能抛下和我一起来到此地的伙伴们 殷大哥 是我自己想错了 你别生气 好了好了 你们这对小冤家就别吵了 神剑断折看来是天意使人 谁也别去怪谁 刚才晚辈丑太尽出 真是让前辈见笑了 不用在意 今日方知你们俩都是面冷心热 平时的拘谨自尺原来都是装出来的 很好 至情至性最适合我脾胃 今后对你们可得另一眼看待 你就别再调侃他们两个了 说正经的 今后该当如何 你可有什么高见 说到高见 那是半点都没有 眼前你们能做的就是找到剑斜 设法破坏他的复生之遗 他是当时绝无仅有的魔人 提示双脚双魂齐背 有得天时之助 若无他的法力为辅 石油仍得在底下养精蓄锐数百年 才能令起行魂复生 我们也正是这么打算 地界中至阴至寒之地 想必就是持有再生之所 玄海圣中的灵雀坛灵气最旺 正合复生法医之用 你们不妨到那里找找看 有没有剑斜等人的踪迹 如果来得及的话 或能得免这场兵或浩劫 灵雀坛 嗯 我知道了 我们会尽力而为的 殷少侠 我能做的就到此为止 今后一切就全看你们了 紫风姑娘 我们接下来是 地界玄海 九渊之地 那里会是我们与令尊最后的决战场 等风姑娘的体态一复 咱们就立刻前往 等等 那是 根据试鬼所报 有一股颇强的妖气正朝西方而去 不知是不是四邪一伙 或许是不干咱们的事 但若那真是四邪其一落单 俺提咱们不妨趁机前去拦阻 先挑了剑斜手下 免得决战时他们合力来攻 我赞成显鱼兄的意见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还可以从他们身上 得到剑斜的下落 即使如此 还请真印大师带路 莫非是断了 这声音该不会是 太原城中遇到的那位老前辈 不简单不简单 你们居然还记得老子我 不枉老子大老远地替你们找了个铁匠来 原来是不敬老前辈大驾光临 此地远辟已急 前辈一路来此真是辛苦了 啊 这路虽是远些 但这位铁匠老兄对路了若指掌 有他带路来倒不辛苦 不不不不 老子的意思是 以老子的神通修为一路行来 自然是轻松自得 有如游山玩水 是是是 前辈修为能通天地 这小小地界当然难不倒前辈 前辈 您说替我们带了个铁匠 可是来帮我们修建的 修建 对对对 当然是修建这等大事了 不然难道是特地来这里修锅补灶的 前辈 您怎么会知道神剑断折的事 老子天机神算 早就料到你们有此麻烦 是以是以 牛皮吹不下去了 老实说是老子背后这位铁匠老兄 托我带他来找你们的 是这位铁匠先生 拜托前辈带他来此的 是啊 他说他夜里有神仙同梦 说你们在地界有了大麻烦 一定要老子带他来找你们 本来老子以为他在发痴 哪知一路行来 这里倒像是他老家一般 说着说着就找到你们了 剩下的就让铁匠老兄自己说吧 小人名叫尚英 是个专打兵器的铁匠 前几天有位大仙来托梦 说有一柄神兵因故损毁 非得要小人来修不可 还说了这位老前辈的名字 和来此的路径 小人不敢有违神命 就催着这位老前辈匆匆赶来了 原来如此 我们正未失去这柄神剑伐愁 既然先生得经神谕 那可就真的有救了 不敢小人尽力而为便是 那神剑断片 请先让小人过目一番 嗯 果然是九一天尊之剑没错 至于这损伤嘛 怎样 能够修复吗 修是能修 不过得花上好大一番功夫 首先神剑乃是以七色石子打造而成的 这七色石子一经熔柱便硬刃无比 并非寻常铁炉能烧化 若要重新融住此剑断触 非得那自地底冲灌七刃的天火赤焰才行 您所说的是 地界三骑井之一的七刃天火 正是 幸好那七刃天火就在附近 倒不成问题 不过炼剑之时刚气大胜 恐会吸引四方妖魔齐聚 大是危险 须得诸位在外护卫才行 原来如此 这不是问题 既然如此 便请各位随小人前往七刃炎窟 等等 不知这位大侠有何指教 阁下自称只是一介铁匠 却对神剑与地界诸所知之甚详 单凭神域托梦之言 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阁下究竟是何方神圣 在下不才却想先弄个清楚 不敢 小人真的只是一介铁匠 大侠腰上的龙牙剑如果有何损伤 小人也可一并修理 原来原来是你 太好了 既然你都来了 我就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了 之前言语多有得罪 都怪我这个人疑心太重 还望见谅 这位大侠 小人鲁顿 您刚才说的这些 小人可是半句都听不懂 殷少侠 神剑修复之后 你可得好好爱惜 别再劳烦这位铁匠老兄了 眼下没我的事 先走一步了 这位英雄咱们走吧 嗯 请先生带路 殷大哥 怎么样 里头没有异状 看来敌人不在里面 这可奇了 这里乃是天地三奇景之一的七刃天火 对方来到这炙热之地 必定是有所图谋 莫非是 在南方不远处又有妖气异动 大家小心 来了吗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你们 明皇丹音 不论你来此地是有何奸谋 我们都不会让你得逞 嗯 碍事者一律得死 给我上 哼 碍事者一律得死 给我上 哼哼 哼 哼 明皇丹音 你恶观满盈 今天就是你寿子之日 明皇丹音活了四五百年 见过多少阵仗 岂是你们这一伙就能灭得了的 这回不过是再次舍弃这肉身 静候下死失还大法的机会罢了 说来好笑 本座倒多谢你们助我解脱 剑邪的黑血魔儒之父 这些日子以来 本座受他的契业受够了 黑血魔儒之父 你被下了那种知阴知毒之咒 你知道就好 此事说来话长不提也罢 只可惜下次本座复生之时 你们都已经不知埋师何方 没有机会再续旧事了 总算消灭了一个强敌 咱们快到地界玄海去 希望这次能顺利阻止我爹 往玄海的路只有一条 咱们就往那里行去 一路上再请真印大师 以试鬼之术辅助 我想一定可以顺利找到令尊的 是七刃天火 既然天间只有此燕能烧融神剑 想必是极炽炙热才对 怎的这洞里比外头还凉快 这我可有点搞不懂了 七刃天火的七刃 其实是七千刃之意 它之所以能冲灌天地 在于其燕聚连而热不外散 因此燕旁丝毫不绝严蜀 燕内却炽热异常 寻常金铁如此轻炎之中 眨眼间便即消融殆尽 此为七刃天火的神异之处 天地造物之奇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倘若没有庞氏 小人这就开始修剑 重铸断剑 最需聚精会神 一旦分心便可能前功尽弃 因此稍后请诸位到洞外守候 在未得小人呼诺之前 谁也不许进洞窥探 在下明白 除此之外 小人有些话 想私下和殷公子谈谈 除殷公子外的诸位 现在便请退出洞外 大伙儿就先到外头等一下吧 我马上就到 不知先生有何指教 殷公子 重铸神剑 需要七刃天火的烈焰消融 以及七剑真意宝物 炼成的七色鹰窝 来坠捕断出 殷公子 你们能炼出七色鹰窝 亦是十分难得 然而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材料 着落在你身上 在我身上 是的 最后一件材料 便是你的魂魄 我的魂魄 神剑的真力 不是来自于 容柱其形的七色鹰石 也不是来自于 天地御赐的天经玄门 而是来自于 封入界内的 静魂赤利 神剑的继承者 秉出俗心思欲 以亦为天下苍生造福的人恩 敬念 才是神剑的真力之源 没有魂魄的神剑 图具破邪之能 本身却脆如流离 与邪力一碰极断 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无所谓 为了重现神剑之位 消弭这场将领 生灵涂炭的灾祸 在下早有牺牲一命的准备 所谓封魂 并非硬生生 把你的魂魄拔走 只是把你魂中的灵蕴 划入剑中 神剑与你心意相连 如此原本只是冷铁的神剑 才拥有魂与命 在你的手中 方能发挥它的真力 这原是继承神剑的 风魂之遗 此刻趁着重铸断剑 正可一气呵成 原来如此 这就请先生 动手取魂铸剑 在下绝无意义 等等 还有一事你不可不知 完成封魂仪式之后 神剑便与你同魂共命 一旦神剑再次毁坏 身为神剑之主的你 便跟着魂魄灭散 无可挽救 神剑本身有无穷的力 但强弱就全看风魂的气 倘若你不自量力 烂引神剑之威和敌人一力相拼 气承受不了力 那便只有剑毁神灭意图 多谢前辈教诲 在下必会牢记在心 好 咱们这就开始风魂之遗 闭上双眼 心中什么都不要想 你醒了 感觉如何 在下觉得全身乏力 神志恍惚 好像 好像魂不附体一般 没错 这是风魂之遗 中途的症状 因为你的灵运 尚未完全与神剑化为一体 等到神剑修复完成 这些不适便会不要而愈 殷小子 不好了 不好了 你还好吧 瞧你脸色 摆得像无常鬼一般 晚辈没事 秦辈 外头发生什么事了 老子用天眼通看到 有一大批妖魔正朝这里行来 想必是来寻咱们晦气的 本来有嫡来袭 二话不说 开打便是 但你那群伙伴 跟你跟得久了 没你带领 就有点不知所措 又见你在洞里半天不出来 担心你出了什么事 硬是推举老子进来看看你 原来如此 晚辈这就出去 和大伙会合 殷公子 此刻你体调有意 贸然出战大事不妥 在下明白 不过既然有嫡来袭 在下也不能让伙伴们在外抵挡 而在此畏缩不出 那你可得小心一点 别让我在此的这番苦功白费了 在下在下知道 那么神剑就有劳先生了 大家小心 药气越来越重 想必敌方已近在眼前 好小子 原来你们是躲在这儿 虽不知究竟是何方神圣 帮你们再重铸神剑 但可不能让你们称心如意 这可不是担忆老鬼吗 好久不见了 你什么时候也入了剑邪门下 不敬老鬼 那是你孤陋寡闻 少见多怪 少啰嗦 我们手下分个真章吧 这么快就要开打了 好 老子就陪你玩个两手 前辈 你也要出手吗 老子来都来了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帮你们打个两场也无所谓 老子去呀 怎么了 又是敌人偷袭 没事 这是重铸神剑的风魂之意 我想过一会儿神剑完成后就没事了 怎么 好像有什么东西 忽然钻进了我的心窍中 糟了 会不会是敌人的妖术 不 如今 如今我觉得脑筋清楚多了 全神也充满了力气 想必是铁匠先生 将剑铸成了 黑黑 就到了此为止了 丹音老鬼 看来今天就是你瘦死之日 有什么遗言就赶快说 看在和你认识多年的份上 多少帮你料理一下后事便是 明皇丹音活了四五百年 见过多少阵仗 岂是你们这一伙就能灭得了的 这回不过是再次舍弃这肉身 静候下次失还大法的机会罢了 说来好笑 本座倒多谢你们助我解脱 见邪的黑血魔儒之父 这些日子以来 本座受他的契也受够了 黑血魔儒之父 你被下了那种知音之毒之咒 你知道就好 此事说来话长不提也罢 只可惜下次本座复生之时 你们都已经不知埋尸何方 没有机会再续旧事了 强敌已退 咱们快回洞里 看看铁匠先生修剑修得如何了 公子 可喜可贺 神剑已经修复 于此便原物奉还 多谢先生 殷公子 神剑虽然威力无比 但他并非无所不能 若逢敌势强大 切不可视神剑之威应拼 需要先以包抄为机 消备其力 再以神剑行最后一击 倘若烂尸忘用 以致神剑再次断折 其后果 小人先前都已说过 还望殷公子戒慎谨记 不可祸忘 是 先生所主 在下必定铭记于心 那就好 如今小人职责已了 咱们就此别过 但愿殷公子 此行此后诸事顺利 让人间得抱太平 在下 自当尽力而为 那便万事拜托了 殷公子 后会有期 先生 天哪 铁匠先生 走 走进了七任天火中 哦 我知道这位铁匠先生是谁了 原来是他 也难怪 当今世上只有他 才能修好九仪天尊之剑 啊 这么说来 莫非这位铁匠老兄是 能入七任天火而不伤 他必是掌天下万火朱燕之尊的 火神祝容 当初九仪天尊之剑 便是出自他手 想是他怕违背天条 是以化身为一介铁匠 前来修剑 唉 他这番用心良苦 咱们可是万万无法报答了 啊 那位跟老子来此的铁匠老兄 便是火神祝容 此风 这是真的吗 虽然说不上是十分 但我想有八成不会错 吴靖前辈 饶是您自负法眼无双 这回也看走了眼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老子便再怎么神通广大 也不可能与真正的天仙较量 不过再怎么说 神剑修复 总是喜事一桩 别的就无所谓了 往玄海的路只有一条 咱们就往那里行去 一路上再请真印大师 以试鬼之术辅助 我想一定可以顺利找到令尊的 好冷 这里就是玄海了吗 嗯 贫僧从未见过这么强的幽灵之气 大伙具真力明心护援 提防灵气轻体 据古籍记载 应该要过了前面这道门 才真正进入玄海之域 不过玄海的寒领之气的确厉害 光是门前已经半为兵覆 灵气也进阶沉积于此 当初幽都之居宜居地界后 为了防止寒气外涌 还特别建造此门阻隔寒气 即使如此 咱们这就过去吧 且慢 岂能这么容易就让你们过去 又是你们 咱们可真是有缘呢 和你们这伙人的孽缘就到此为止了 今天谁也别想活着通过此门 有多少本事就拿出来吧 此邪就剩你们两个了 在此爽快做个了断也不坏 来吧 且看是谁能活着通过此门 是我爹派你们来此阻挡的吗 无可奉告 死吧 我还不想死 蒙主救救我 可恨 已经过了数百年杀戮生涯的案 竟然会输在你们的手里 怎 怎么了 小心 这阵动好像是传自门那里 爹 孩儿 孩儿最后一次求您罢守 如今一切都还不算太晚 天时将至 搅魂齐备 本座计划多年的持有附生大计 指日可成 焉有白白放弃之力 平儿 虽然爹劝服不了你 但等你死在本座剑下之后 本座会立刻让你转身为魔人 以你的英姓才能 当可成为本座的左右手 共同治理 持有附生后的原始心计 到时候 咱们一家三口何乐融融 本座更无所求 一家三口 爹 莫非您的意思是 那池油复生之后 娘还会再生还过来 这个等你们到了灵雀池之后再说吧 在这之前 就让这个 陪你们玩玩 那是个什么东西 本座再给这两个 不中用的家伙一次机会 平儿 如果你们能顺利过了这关 本座 在门后的灵雀池等你 爹 等等 殷大哥 多说无用 先解决了眼前这怪物再说 三季之门已经开启 这是剑邪向我们下的战书 这场仗已是必无可避 殷公子 今后该当如何 我想你应该很明白 我明白 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 在这门之后的灵雀池 就是我们父子的绝死地吧 一切的冤灭纠葛 我和爹 会全部在那里做个了断 殷大哥 但是 我不能输 也不能心软迟疑 因为 我不能辜负陪我到这里的诸位 我自己很清楚 我最后的对手 是剑邪 不是我爹 为了人间存血 也为了我们自己的将来 咱们只有打倒他意图 是的 在转身为魔人之后 令尊已经失去了身为人之时的情感与人心 只剩下临终之前的憎恨 与复仇之念在驱策他完成 让痴犹复生的狂徒 如今的他已被心中的妄指与魔性支配 唯有打倒他 才能将他从这永结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是的 我明白 还请大家再次助我一臂之力 助我打倒最强的魔人剑邪 助我完成身为仁慈 所能尽得最后的孝道 一切 就拜托大家了 殷大哥 我自然是全力帮你 殷显帝 咱们都跟着你到这里了 还客气什么 就算是要打到十八层地狱 大伙也是说走就走的 是啊 除灭妖邪之事 本非殷大哥一人之责 只要咱们能帮得上忙 出点力是应该的 殷公子 别说这些见外的客套话 剑邪还在灵雀池等着我们呢 咱们可别让他久等了 多谢大家 咱们走吧 双妹 平儿马上就会来了 拜师兄的抚育教养之次 现在的他 已经是个威武勇敢的天选门剑士了 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我想你一定也很想见到他吧 只可惜 那会儿免不了 是我和他父子相残的场面 这也是天意 这也是天意吧 可是 为何平儿如此反对我的大忌 这人世看似平和安乐 其实都腐败不堪 惠恶横流 自私无耻之徒遍布 为了思雨 无所不为 行进比妖魔还不容 这种人世 存之何意 灭之何损 我让持有复生 也是为了再造这个俯恶的人世 让懦弱无知的世人 走出天庭诸神的宠户 和几千年来 苦遭流亡压迫的地界之民 共抵真正的原始星际 可是 难道 我的想法错了吗 难道我所思所念的理想乡 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 是啊 其实 我也是在骗自己 什么缔造原始星际的大业 什么人间游毒两民共治的远途 都只是借口罢了 我真正所望的 还是你能够复生一世啊 就为了这个 我连持有复生的后果 也抛住脑后 将来人世变成鬼哭炼狱也好 天地竟会于神魔之战也好 只要 我能再见你一面 然而 我真能再见你一面吗 即使 我只能叫你一面 我都能不能这样 我愿意 我已被带到 我身上 你也不可能 你不认为 我曾经有个人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我才能够认为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难道沉在水中的就是 没错 这灵雀潭居于玄海正中 是整个地界的灵气沉运之所 任何肉身浸于池中 可保鸡骨脏腹气血活络 让肉身长保不朽 当年你娘历劫而死之后 我拼了命将她带来此地 至今已经十七年了 而灵雀潭中的她容貌如生 仍和当年一样 殿 您如此竭力保存娘的遗体 又图谋让池游复生 莫非是为了娘 没错 有读众名传说 若池游复生 天地间所具邪气达于顶点 已经辞世的幽都历代长老 便都将再次复活 领导幽都之名 重回到地上建立昔日之国 你娘幽姬为第九代幽都之长 自是池游一族的嫡传子孙 池游一旦复生 想必她亦会随之复活 回到京市和我们父子团聚 爹 就为了这个无人能证实的飘渺传说 就为了您让娘复生的妄图执念 您竟然用全人士的百姓之命 来换取池游的复活 您可确知 池游复生后会有什么后果 那又如何 当初三大派联手为杀我和你娘 你娘历劫而死 我抱着她的尸身逃到这里 也因为流血过多而倒在池畔 那时我只觉得眼前的景象离我越来越远 但我还记得两派掌门的嘴脸 记得无耻出卖我的师兄 那时我心中的绝望与恨意 又有谁在乎了 爹 如今两派掌门都已辅助 而师父事后悔悟在心 将孩儿设为徒儿抚养长大 恩童父母 一切的仇怨至此 早都该烟消云散了 您又何必苦苦执着于报仇之事 反正本座再怎么说 你也都听不进去了 本来念在今日 是你和你娘母子在会之日 不想让你娘看到父子相残的局面 事到如今 也只有这么做了 丁公子 小心 平儿 复活之游的良辰将至 不容你们继续在此搅乱妨碍 本座不再对你客气了 你和你的那些朋友们就好好觉悟吧 林雀谈判 就是你们的葬身之所 爹 孩儿 孩儿得罪了 等你转生成魔人后再叫我爹吧 平儿 现在的你只有死路一条 那命来 这是禁法天魔护凯 月儿 你怎么知道 以前我偷看师父的禁法点击时 曾经看到过这则法术 凭此术可照凶神法凯于身 若行法凯之户 则几乎刀枪不入 任何刀剑咒法都无法奏效 但是常人一旦罚凯凯身 立遭协力拾心而死 因此只有转生死界的魔人 或玄魔能够施用 小姑娘见识倒挺广博 知道这护凯的厉害 够资格当本座的媳妇 看在平儿对你一往情深的分上 待会儿也将你转生为魔人好了 殷大哥 是用着天魔护凯后还有一个后患 那就是邪力缠心之后 凭咒者妖力大圣 连最后的一点人性都会丧失殆尽 变成全凭邪念杀意形式的恶鬼 我明白 咱们非得尽快打倒他不可 可是 要如何破天魔护凯的护身禁制 这天魔护凯的妖邪力气极重 寻常咒罚只怕对他无可奈何 看来唯一可行之计 就是用九余天尊剑来攻破他 你的意思是说 和关天台一战是一样 用御剑之法非之神剑攻敌吗 不过这天魔护凯威力 不亚于当时吃油的护身妖艺 未免神剑之事被护凯窃 一样尽可能靠近之后再发剑 而且天魔护凯能吸引周围 阴气力魂增强几力 这玄海正是天地间阴气聚集之所 倘若咱们拖得太久 恐怕连神剑都破不了天魔护凯的妖力 殷大哥 事不宜迟 我们先为你略阵 你随后跟上 只供剑血本人便是 好 大伙小心些 咱们上 爹 孩儿 孩儿得罪了 那不是九余天尊剑吗 这柄剑已经在关天台断了呀 应该要封入人魂才能修复的 平儿 难道你 爹 请原谅孩儿不孝 你接受封魂之仪继承神剑那也就罢了 然而你以为神剑能奈我何吗 你该知道剑中封魂为神剑之器 以你这么点修为对本座驱使神剑 无异于以卵击使 难道你不怕剑断之后 你也跟着魂魄灭散 即使明知会变成那样 然而爹一意孤行 非要陷人士于炼狱不可 孩儿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或许孩儿的运魂 亲手不住神剑权力示威 然而 若引出神剑的权力 放手一击 就算之后剑断神秘 却能够破取天魔护凯的禁止 那么孩儿的伙伴们仍有圣机 爹 您说是吗 哼 你敢 你以为你的剑本座揭不下来吗 只要本座运起邪力护体 加上天魔护凯的禁止 你这一击 根本伤不了本座分毫 只是白白送死而已 爹 孩儿别无选择 只有杜命一事 这 就算是孩儿的死剑吧 平儿 本来希望你能成为本座的左右手 哪知你冥顽不灵至此 好 既然你不顾性命 也要和本座作对 本座就成全你 爹 娘 请原谅孩儿的不孝吧 王保育 有 王保育 眼oning 继续 早已 最快 转 这 也是 这是怎么一回事 平儿 算我输给你了 输给你 这赌上自己性命的一击 我毕竟 还是无法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儿子送死 更不能让你和风姑娘 补上我和你娘这种 天人永隔的悲惊 是我失算了 我以为 转生成魔人的自己 也不再有凡人脆弱的感情轻挂 哪只刀头来 还是如此 爹 孩儿 都怪孩儿无知莽撞 别自责 平儿 其实拜你这一件之刺 现在 我的脑子清醒多了 爹 一点都不怪你 该怪的 使我临死之际 满胸的不平与愤移 一心复仇的妄志 使我在谈判 转身为魔人 从此被复活赤油的意念 蒙蔽了心 做出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爹 您别说了 还是这就过来为您治伤 明儿 别过来 好好听我说 其实 可笑的是 我内心也对赤油复生的后果 感到不安 心底深处常盼着有谁来阻止我 别让我在狠意和魔性中 越陷越深 还好天可怜倩 由你亲手来让我解脱 这应该算是最好的结局吧 平儿 你娘就睡在这灵雀潭里 我今日得能再次和她同眠 此生已无遗憾 现在还不算太迟 你们快去玄海之底的九地之院 你得阴阳双脚天地双魂的赤油元神 正在那里重造肉身 只要天时一致 就算没有我行仪做法 赤油也会回复三成的玄源真力 此后借玄海英气扬具元神 不需多久也可真正复活 平儿 真对不住 爹坐下的这些罪业 如今要靠你来弥补了 但我和你娘在黄泉地府 也会尽力必有你们的 爹唯一的遗憾是 没能看到你和风姑娘结尾连理 寒移弄孙之福就更加别提了 风姑娘 平儿就交给你了 您大侠 受 爹 您安息吧 您吩咐的事情孩儿一定会办到的 凭孩儿手中的九仪天尊之谦 凭孩儿的这条命 一定要把池油打入悬海之地 说得好啊 如此鹦鹉豪气 这才像俺的阴贤帝 悬海之敌 九地之渊 紫凤姑娘 那是在什么地方 据古籍所在 从这里再往下便是 殷公子 有小女子来带路吧 那就有劳紫凤姑娘了 咱们走吧 很好 很好 有人能和本座站到现在的 这还是头一走 看来本座不认真点 是不行的了 真正的好戏 现在才开始 有多少本事就拿出来吧 这是禁法天魔护卡 月儿 你怎么知道 以前我偷看师父的禁法典籍时 曾经看到过这则法术 凭此术可照凶神法凯于身 若行法凯之户则几乎刀枪不入 任何刀剑咒法都无法奏效 但是常人一旦法凯平身 立遭协力拾心而死 因此只有转生死界的魔人或玄魔能够使用 可不认真是 小姑娘见识道庭广博 知道这护凯的厉害 够资格当本座的媳妇 堪在平儿对你一往情深的分上 待会儿也将你转生为魔人好了 殷大哥 是用着天魔护凯后还有一个后患 那就是协力缠心之后 凭咒者妖力大盛 连最后的一点人性都会丧失殆尽 变成全凭斜面杀意行事的恶鬼 我明白 咱们非得尽快打倒她不可 可是 要如何破天魔护凯的护身禁制 这天魔护凯的妖力邪气极重 寻常咒法只怕对她无可奈何 如果有九仪天尊剑的话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的缘故 神剑才 月儿 这不是你的错 事到如今 只有偏偏看了 天魔护凯便再如何抢 也总该有一些弱点才对 咱们分尽合击 各展所长 设法把这弱点给试探出来 所谓天不负忍者 我们所行持正 想必会得众神护佑 咱们尽力而为便是了 所以我们将会全力辨认为便是吧 我们将会获得更多 我们将会被判断 不得了 可可可更多 我们的心理 我们将会被试图 我们将会被绘队 我们将会被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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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应该 这应该只是天法无声灭法而已呀 为何 为何会有如此威力 身为魔人的本作 竟然经不起如此一击 殷大哥 剑邪身上的天魔护凯已破 我试着神魔疯魂法 总算是没有用错 女儿 快解了疯魂之法 是有之魂和你的魂魄融混 这是极为危险之事 已经太迟了 神魔疯魂法是与神魔利约 献上自己的魂躯血肉为共 任凭来复的神魔屏战 因此才被列于禁法之林 为了借用持有之力 我不得已请平他的魂魄 如今是请神荣誉送神难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 不要轻易忘用剑法 为什么你非要请建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后悔 为了你 我不管做什么事情 遭受怎样的后果 我都不后悔 那我的感受呢 你受苦 我难道不痛心吗 善月儿 我不能失去你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殷大哥 能得你此言 我已经此生无憾了 即使我神魂尽灭 变成飘散天地间的浮魂散破 我仍会等待有一天再转生为人 在久远的轮回之后再与你相遇 不 不要走 月儿 对不起了 殷大哥 我不得不走了 在赤油之魂占夺我的一切之前 你放心 我会一并把他带到浣海黄泉去的 千百年间 他是复生无望了 有了我这种后代 他若灵中有之 大概也会气得跳脚吧 月儿 住手 我求你住手 既无灵忽天 返明出原始 以久苍千尘 还自在诸天 共无心无魂 散无如阳尘 此话如太虚 别了 殷大哥 希望你将来还能经常念着我 念着我这个傻姑娘 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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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不要死 月儿 没想到那小姑娘拼复赤油天魂之后 为了不让己生为魔魂夺战 竟然不惜玉石聚焚 选择用散魂灭魄大法来自灭魂魄 连赤油之魂也就这样跟着灭散了 想不到 想不到啊 本座处心积虑计划的一切 那一切居然就这样全都毁在这个小姑娘的手下 爹 一切都结束了 够了 这场妄知 这段仇怨 全都让它到此为止吧 休想 这一切不会就此结束的 就算此生化为灰尘 就算此魂四三破灭 这怨念与恨意也会永远长存于这天地间 不论等生百年千年 本座仍会等待报仇血恨之际 让这人世永无安宁长久之日 哈哈哈 这地真是 转身为魔人的剑邪 为了维系自己的肉体以魂魄于不散 需得融使众多生魂以填补神阙灵关的空缺 这些生魂同时也是剑邪力量的来源 随着剑邪一死 托付的生魂便一口气被放了出来 这些生魂和沉寂的灵气相互撞击 便如在肺油中滴水一般 令原本沉静的灵杖开始大乱 开始晃得越来越厉害了 好姑娘你长话短说 此刻咱们究竟该如何是好 灵杖护积之下 这冲击之力会越积越强 只怕这千魂之枯很快会整个崩塌 不论如何 以赶快离开此地为夷 有好办法吗 此刻四周灵杖太强 只怕任何飞声之咒都会失效 为今之计 只有由我念诵天法摇引天光 向天界请借神力救我们逃出生天 等我一下 我要带回风姑娘的尸身 她是为了我而死 我不能就这样把她丢在这里 我明白 殷公子我们会等你的 你就快去吧 待会我们在南方宽阔处会合 我 我 殷大哥 我已经此生无憾了 月儿 分血千层 天刃伴我魂 无心共随 待相逢来生 不 不要走 月儿 别了 我 你 我 我 你 有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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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